大家好,爱吃鱼的小毛君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年对于韩语圈来说是喜事扎堆的一年 年初,朴欣慧大婚,孙宇珍选宾大婚 年尾男公民与长跑六年的女友陈亚玲结婚 火啸镇与小石子的男友结婚 喜事一桩接一桩 看着一位又一位的男神女神找到自己的幸福 不由得感叹,同时也为他们感到开心 这部在2022年即将结束的时候 又一位女神要结婚了 她就是女团Taro的成员朴之妍 今年2月份,朴欣慧和韩国知名棒球运动员黄在军 分别通过各自的社交平台上传手写信 官宣两人的婚讯 经过近10个月的等待 黄在军和朴欣慧将于近日正式举办婚礼 婚礼采取了非公开的形式 和大多数的明星婚礼酒店不同 选宾和思义珍在首尔德华客山庄酒店 朋友去、韩家人也是在这家酒店 是一家六行级酒店 当之无愧的韩国明星御用结婚场所 而黄在军和朴欣慧却在首尔邢德华酒店举行婚礼 这只是一家普通的三星级酒店 对于朴欣慧这样的高人气女团成员 还曾被选为韩国最美女偶像 确实有一点寒酸 南风是职业棒球运动员 据说年薪几十亿 不知道这种人生只有一次的事情 为何如此将就 婚礼当天早上 朴欣慧和黄在军公开了一组婚纱照 一共有四套造型 谁而俏皮、谁而搞怪 还挺别居一格的 虽然整套婚纱的攀设风格有点影楼风 而且PS过度 但大门女朴志愿的颜值还是特别能打的 黄在军和朴志愿的人员向来不错 因而在婚礼上明星云集 据出了统计 出席婚礼的名人友 阿优、李鸿基、李东海、崔史人、金中国等 婚礼猪哥有朴志愿的多年好友阿优演唱 曲目并非耳熟能详的你的意义 而是普罗命 阿优还特地把百万朵玫瑰 要不要和我一起绽放 改为百万朵玫瑰为你们二人绽放 向两位昔日传递祝福 想当初 朴志愿公开恋情时 受到了大家的反对 因为男方的颜值并不符合大众审美 虽然有职业棒球队长的身份加持 依旧躲不过大家的嘲讽 认为他来蛤蟆吃天鹅肉 甚至网友评论到 想了想突然好难过 有一种家里中的好白菜 背头猪拱了的感觉 女神和别人走窝 如我哭哭 男方居然不是我 要知道朴志愿可是性感女神 她样貌清纯性感 因为长相酷似韩国美女金泰西 被人称为小金泰西 她是韩国性感明星排行榜前三的女人 她身材火辣 眼神迷人妩媚 练无数的男神直呼把持不住 怎样多位男神败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就连国民老公王思聪 也对她行存爱慕之心 主动表白 接下来小毛君就带大家回忆一下 性感女神朴志愿的过往恋情 探索一下被多位男神追求的她 为何会选择这位其貌不扬的运动员 朴志愿是一位93年出生的姑娘 亲小时候就展现出了很强的艺术天赋 在朴志愿14岁的时候 就获得了APM的模特大赛的赢将 这后朴志愿便走上了模特道路当中 后来偶然走上了演员这条路 在09年的时候 朴志愿便加入了Turot组合当中 正是以偶像歌手的身份出道 这后起跟随自己的组合 发行了第一张专辑作品 Obsalute First Album 凭借着这张专辑作品 让朴志愿和她的组合 获得了当时的金唱片大赏中的 YPP闲人上 索尔正式的在韩六当中 成为了大家所喜爱的歌唱组合之一 此后组合推出了很多 大家一直单曲循环的作品 随着她不断的发展 其所演唱的那些歌曲 同样是传入了国内 并且在国内也引起了很不错的效应 在15年的时候 Turot还受邀参加了当年的 全球华人春晚 在现场当中演唱了这一首歌的 翻唱歌剧 这后朴志愿还凭借着 自己出色的唱歌功底以及形象 获得了韩国区最具人气艺人奖的奖项 因为在国内的真名度逐渐被升高 所以朴志愿也是被王思聪所看中了 但是王思聪认识Turot组合之后 其中最为看好的就是朴志愿了 所以便不惜重金 前行了整个组合 而朴志愿就和她的组合 一同加入了王思聪的 香蕉及计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当中 在正式的签约王思聪后 王思聪便开始力捧这些姑娘们 当时王思聪也让公司 给朴志愿安排了众多的歌曲资源 后期组合还凭借着完全疯了 这首歌再度赌得了年度韩国最佳组合的奖项 但是王思聪对于Turot组合的力捧 其实也都是为了朴志愿一个人 毕竟当时朴志愿长相十分的清纯可爱 还是非常符合王思聪本人选女友的标准 还曾在那直播间表示过 你们的眼已经是我的眼 统统退下吧 所以之后便传出了王思聪主动追求朴志愿的消息 不过却被朴志愿给拒绝了的绯闻 虽然这件事 王思聪和朴志愿当时都没有进行回应 但是能够让王思聪关注到的人自然不会那么简单 所以当时的那几年时间 朴志愿在国内的人气可谓是非常的出色 除了王思聪 朴志愿还和李东坚有过一段恋情 诸所周知李东坚是女神收割季 前前后后五段恋情全部都是一戏生情 拍一场戏就让女演员爱上了她可见其魅力 当初朴志愿和李东坚相恋的时候 李东坚一点都不忌讳 还经常在社交平台对朴志愿深情表白 2015年7月 演员李东坚35岁和女团Tara成员志愿的恋情公开 李东坚对自己的Fun Coffee 东坚Zooms 上发表了一篇标题为大家好在上海的文章 李东坚在这篇文章里说到 自己是志愿慢慢熟悉起来了 志愿比自己小很多 但是和志愿在一起 基本没有感觉到年龄的差异 志愿反而给了李东坚很多鼓励 是一个很聪明也很慎重的人 此外李东坚也直接表达了自己对于志愿的情感 我不会因为别人的话而动摇 我会好好守护他的 我坚信这是缘分也是命运 可见李东坚对于朴志愿大爱有多深 不过这段恋情维持了不到两年就分手了 后来就爆出了朴志愿和郑菊英在一起交往 郑菊英比朴志愿大四岁 12年参加韩国音乐选秀节目Superstar K4 获得季军后出道的 郑菊英俊以他独特的摇滚气质获得了大批粉丝 他也参演当红综艺 我们结婚了四两天一夜三的录制 甚至还和演来自新鲜的女中 试验倩松衣弟弟的安在贤 联手主持MET电视台著名的音乐节目M Countdown 郑菊英迅速成为韩国娱乐圈最受关注的 当红远青明星之音 2018年根据韩媒日渐体育的独家爆料 郑菊英和志愿确实是恋人关系 他们的好友也都知道两人正在交往中 根据好多路他们亲口承认说交往顺利 从去年到现在相处的很靠 志愿和演员张东健热恋时就公开过恋情 但受到了太多的关注 因此现在对公开恋情背负着交大的压力 去年他和郑菊英的恋情报告后 官方层面虽然否认 但两人私底下还延续着美好的爱情 据悉 郑菊英和志愿因为音乐这一共同爱好而关系渐进 后来因为好友聚会而呼声好感 最后发展成为了恋人 不过志愿恋情很快就分手了 后来便有了和现在老公黄再俊的恋情 黄再俊出生运动员世家 他本人更是韩国职业棒球队队长 同时也是棒球协会副会长 虽然长相跟朴之言不是很相配 但是收入方面不比一人差 甚至比一人还要多得多 而且社会地位也更受人尊重 最了解去年年底黄再俊签约了新公司 签约4年的总费用就要到达了60亿海员 合计人民币将近4000万 总算下来黄再俊的年收入也在千万人民币以上 收入如此高 不知道为什么会选一家三星级平民酒店举办婚礼 还有影楼峰的婚纱照令人不解 但回忆两人当初的恋情倒也十分甜蜜 当时朴之言写手写信向粉丝分享恋爱的好消息 他表示他和黄再俊是因为熟人的介绍 认识的感情特别好 朴之言用无论什么时候都先照顾我爱护我 告诉我什么才是幸福 对我人生来说就像是礼物一般的男朋友 这样的一段话来形容对方 可见朴之言是真的遇到真爱了 毫不吝啬对奶友的夸奖 同时黄再俊也发完表白朴之言 表示他们两个在去年简单的时刻相遇 是朴之言在他身边的存在才支撑他走了下来 他们想一起走进婚姻的殿堂 由此看来朴之言虽然有过夺端恋情 受到了不少男神的追求 但是似乎他们只适合谈恋爱 只要黄再俊才是那个真正值得依靠的人 能够在一起日日真正过日子的男人 所以无关外貌 朴之言选择了下半生和他一起度过 只要女生过得幸福才是最重要的 在此我们再次祝福朴之言新婚快乐 我们再次祝福了下半生和他